妹夫你知道今儿啥日子吗 啥日子我当然知道 我跟二米粒结婚三年零三十三天 这日子你记得挺清楚 那当然记不住挨揍 妹夫 我知道了 今天是我妈牙疼纪念日 你看你这傻孩子 瞎说啥呀 今天是你爸过生日 六十六大寿 妈不带你这么抢答的 这么大日子我能不知道吗 要不然我大姐夫能做长寿面吗 你看看这菜都准备好了 今天我想好好给你爸过个生日 我还忘了 给你爸做件新衣服 扣还没盯完 我赶紧盯扣去 行妈你忙着去吧 你放心厨房这有我呢 好嘞你帮忙我 行放心 有你啊 来帮忙弄面吧 我弄什么面 我哪会 这是你的活啊 你说你也是 你就不够意思 怎么呢 咱爸过瘦 六十六岁大瘦 这么大的事 你不早点告诉我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就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忘了我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 我什么事我都记着呀 你再忙 那家里边的生日你能忘了我 那家里人生日就得都记着呀 你快拉倒吧你 我的生日几月几号 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咔 我跪地我给你磕个头 八月十二号 行了 闹什么 这是我大姐夫 我磕肠给他磕个头 他也不干呢 那我倒不反对 行了 没这个环节 你没这个起哄 非让我给你磕头 我觉得大伙的建议还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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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点正事啊 大姐夫 哎 你看每次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是意思意思 对对 我就想问问 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得前年吧 我是拿了五百 你当时咔 你来了五千 去年呢 我呢 是一千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 大姐夫 其实这个事吧 我也是 哎呀 整天夜不能寐 我也是很自责 怎么呢 你看咱俩吧 都是女婿 在这个家里边吧 我老这么压着你 是吧 哎呀 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她背后老夸你 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 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爸过66岁大寿 你两口子准备给多少 我是这么寻思啊 这个我不是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 是66大寿 我们两口子商量啊 拿6666 不是 不是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6666 不是 我跟你说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受不了了 不是你拿6666我得拿多少啊 那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我肯定得十倍啊 他6666 那我就是 我就是6666 我这个 我的妈 妹妹 你这干啥呢 这数钱呢 啊 6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帕金森 大姐夫 我我跟你说点事啊 其实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你看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对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装 知道吗 啊 用不着6666 你看 爸过寿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就算是你现在提值了 有钱了 你给妞妞买点吃的 买点喝的 买点学习用品 这不好吗 你这话也倒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你这样 爸不是66岁大寿吗 你给个吉利数 六十六 六十六 啊 你这也太吉利了吧 这这 不是 行 你咬咬牙 你跺跺脚 你给666 怎么样 我我跟你说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在咱们邻居面前呢 你都很实在一个人 对不对 你你很朴实 你别太装 你太装就什么 失去你的本色了 你听我的 你就666挺好 那行 那回头 我跟你大姐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呀 商量 这事我还做不了主啊 怎么着呀 这房子首付的大头 你付的 你付的 行不行 行 不能变了 听你的 666 666 行 他拿666 我是他的十倍 6666 比6万多少多了 这我都得借钱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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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妹夫干啥去了 哦 她可能出去打电话去了吧 啊 那正好 妈想问点事 您说 这回你爸过66大寿 你准备拿多少钱呢 妈 您坐着 哎 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呢 啊 你说 我们两口子想掏 666 行不 666 少点啊 不少 哎呀 我和你爸呀 知道你和大美丽的情况 再说了 你瞅瞅咱这个家 这里里外外这么些年 不全都是你俩忙活吗 这就等于笑心了 妈的意思啊 想问问你二妹夫拿多钱 那她肯定拿得多 就是啊 妈就担心这个事 你说平时你爸过生日吧 每次他都比你拿得多 当时妈脸上可挂不住进来 哎 这回你说你爸过66大寿 他肯定还得多拿呀 那 他也是笑心嘛 妈给你商量个事 嗯 妈呀 给你背一万块钱 哎呀 哎 你这干啥呀 哎呀 妈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撞着脸 哎妈不用啊 那我哪能拿您的钱给我爸呢 哎呀 再说了 这不也是为了让你爸高兴吗 妈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你这孩子 丈母娘就不是你亲妈呀 要是你亲妈给你这钱 你拿不拿 那行 那我拿是拿 但是我得把我那个666加上 这孩子 十二十 你随便 哦 十二多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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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说咱这面子啊 哎 借着了 解决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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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正想找你呢 你说怎么着 妈想说呀 你爸这回过66大寿 哎呦 妈 这还要你老人家操心吗 这是儿女的事 是 我都安排完了 哎 是啊 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放心 是我大姐夫的十倍 永远的 好好好 哎呀 妈就说这事呢 平时你爸过生日 哪次你都不少给钱 那应该的呀 是吧 所以说呀 这次你别拿太多 你大姐夫他没钱 他没钱 我跟你说 一家俩女婿 不能个个都有本事 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 是 妈知道 哎 可是这次啊 你别拿太多啊 放心 意思就是多了 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 他说呀 他毛大劲 也就能拿10666 不少了啊 妈 现在你爸听看 不是不是我刚才没听清楚 他要拿多少 10666 那我是他的十倍 我是多少啊 10666啊 10多万我哪儿借借我 赵篮子 啊 你方也痛 你过过过过过过过来 太阴险了这个人 咋的了这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咋 我让你拿666 我那是害你啊 不是啊 我那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啊 那怎么又变成10666了呢 你别跟我说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是 我在这个家里头 一直压着你 每次爸过瘦 妈过生日啊 我都是咔 你这儿 哒啦 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我好瘦是不是 不舒服你就说不舒服 装什么装啊 你看你 背后给我来一套啊 说666 现在拿10666 行你拿吧 拿吧 我认了 我认了 我什么身份 行 我觉得你拿的还少 有本事你拿20666 我跟在这儿说 行 拿吧 这啥子呢这是 哎 大姑娘啊 刚才我听了 二女婿给他抄啥呢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哎呀 是不是嫌你钱拿少了 啊 没事 没事 你放心 妈又给你背一万 妈又给你背一万 你这拿两万能6666行不 妈 您不能再给我钱了 哎呀没事 你听妈的没错 去那么多活呢 帮妈忙过去去 快点 快点 哎 我我跟你说 我我就 你就帮我这个忙 行不行 二姑娘 就实在 哎哎哎哎 哎哎妈 二姑娘 哎哎哎哎 妈跟你说点事 你说你说 那啥呀 你大姐夫没钱 没钱 他没 他没钱 他装 他没钱 不是 你爸这回你就意思意思 啊 让他也游游 心里头能平衡点 你可别拿太多了 我该我 我该我拿的 我一定拿 你放心吧 哎呀 刚才我跟他说了 叫他多拿点 这回拿两万零六百六十六 不少了啊 我我我去上班去 我妈刚才说 她要拿多少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妈哎 妈啊 您来 我跟您说点事 啥事 来妈 你说 妈您坐着 哎 妈 我知道您的好意 是吧 您是为我好 啊 但是我心思吧 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都说好的事了 你这孩子 我真的不能要 你说我拿您的钱 这算啥事啊 啥事 我也不能拿 您的钱 再给我八千 这是您的钱 我该给您多少钱 我给您多少钱 多儿 哎呦 这我可看见了啊 妈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 你把两万块钱 给我大姐夫 然后我大姐夫 再把这两万块钱 给我爸 对不对 喝 太吞 妈 你们娘俩 这不是在合伙 忽悠我的吗 你好好想想 你过生日 爸过寿 我给的钱可不少啊 是是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啊 哎呀 姑娘 你误会了 我没误会 我都看见了 我都 你什么都别说 你是女婿 我也是女婿 妈 你这事做的 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啊 不是妈 妈 妈 我觉得 我觉得我妹夫说的 还是有道理的 这事我觉得 您是做的 有点偏心眼了 孩子 我是偏心眼 可是我骗的是他呀 谁信呢 哎 二姑娘啊 你就别瞒着妈了 最近你的公司 是不是资金周转 有点困难了 啊 是啊 不是你咋知道的呢 二米粒都跟我说了 昨天回来 一进门就哭 哎呀 你说他把这些事 给告诉您干嘛呀 让你着急 你们都是我身边的孩子 谁有困难 妈能不心疼啊 啊 有事不跟妈说 跟谁说呀 孩子 这些年呢 你给爸爸妈妈的钱 我们一分都没花 都把他存到这个里了 来 连这两万块钱 妈都给你 孩子 妈 妈 妈这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听妈说 以后啊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别说 妈 你就是我的亲妈 行行行行 跟亲妈不行来这套啊 孩子 哎呀 我得赶紧给你爸顶扣去了啊 要一会儿不敢踏呢 哦 妹夫 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哎 你说你也真是的 咋的就是咋的呗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你干什么玩意 你弄这个 你什么 我告诉你 你你你不准笑话我啊 我笑话你啥呀 妹夫 人哪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啊 啊 有赚钱的时候啊 就有赔钱的时候 你做买卖嘛 对不对 你赚钱了 你别得意忘情 你赔了 你也别垂头丧气 我相信你 一定能撑 一定能东山带起 啊 那是你肯定点 那是肯定 对吧 钱够不 这肯定 肯定我估计还得差个三五万 没事 啊 我跟你大姐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三五万我们还是有的 啊 拿着 俺俩全部集计 拿着 拿着 大姐夫 啊 你就是我的亲姐夫 你怎么的 你一直以为你姐是捡来的呀 啊 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大姐夫 哎 这个钱 嗯 这个钱你 你可不是白给我的 怎么的 啊 你这样 算你入股了 啊 从明天开始 你就算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 哎呀我的妈呀 以后我就是股东了 股东 股东 还还什么钱呀 就不用还钱了 股东你也得还我钱呢 以后你挣了钱你不还我吧 啥也不 你都股东了 你还什么钱呀 啥也不 啥也不 你都股东了你还什么钱呀 好